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6块钱 这个贵宾厅我们第一次来 它的地方不是特别大 这休息的就这块 前面全是吃东西的 今天上海有雾 昨天夜里黄色大雾警告 希望今天 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 至少没有阳雾气气 至少比冬天那种天气好多了 现在我们要登机了 16登机口 现在我们 就去乘飞机 哇 汇丰这里好大的广告啊 我写菜单 今天要喝的日食 和西餐 眼罩 眼罩 今天要喝的日食和西餐 眼罩 就是日本人做的西餐 我觉得也好精致 我这个也好精致 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西餐感 我第一次在冰箱吃 我看 香热 热不热 糖油 加面包 可以 这个牛肉应该不错吧 今天还好 没有下雨啊 天气暴暴都是有雨 明天蛮好 可能早上下过 Welcome to Turkey 这些东京的机场 我们需要去 国内转机 对 转机 国内转机 去大阪 对 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内县 这个地方 他们还要休息的 午休的 11点钟结束 然后下午1点半 上班 这个国内转机还要上下班 还有中午还要午休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出发城 再进去 嗯 这个 这个搞得挺累的 这里来到出发大厅了 出发大厅就相当于 我们得重新来了 就不是走这个快捷的通道 我们是在 好转楼挤啊 特命的实力 对 我们现在要去1 还有带着行李去 本来是如果拖运行李的话 我们就只身前往1就好 现在我们就带着行李去坐 免费的穿梭巴士 事情蛮搞的 上车就开了 我们是2点多的飞机 现在是1点10分 17号才是我们要直接的归台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方向 所以说这个中转还是挺麻烦的 尤其是国内中转 如果我们是成了国际航班的中转 那就在国际这边就办理了 终于通过完检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登机口了 现在2点半终于可以登机了 前往大阪 我们从早上5点钟起床 到现在2点半了 还在路上 太折腾了 折腾一天 这是第二排 还是降落 现在能看到外面的山 看到外面空气好好的 一点雾霾没有 这回才是到目的地的机场了 这回才是到目的地的机场了 真的是好累啊 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转机 所以到大阪 以单一国际机场的地方 如果是从国内来 直接来大阪的 它是去关系机场 关系机场是特别特别远 距离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这里就非常快 30分钟就能到市中心了 所以它也是双机场 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称关系机场回去了 嗯 哇好多那吃的 嗯 你看这干干净净啊 嗯 日本就是小而美的体现哈 拿箱子刀了快点 箱子摔着 哇 你玩的都忘了拿箱子的哈 玩的开心吗 箱子都不要了哈 嘿嘿嘿 现在我们去乘大巴去酒店 哇 这个城市在飞机上看得相当大哈 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 都走 又轮到选择了 不知道呀 应该是大阪是吧 神户你看 京都往那边 然后当是去大阪的话 应该是往右边 天王寺这里 看到吧 我们要去的是天王寺 还好有一个中文呢 对呀 两个人 三十分 三十分一趟 六百五十人 天王寺 对 买两张 需要买好了 然后我要走里面 六百五一个人 对吧 十一就在这里 好多排到长队了 要等了二十分钟 终于上到大巴了 天就快黑了 我们还没到呢 我们终于到达酒店了 19号 19号 20号 4号 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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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看到这些 人世大阪的万豪酒店 非常漂亮 这些酒店都55层 非常高 其实在日本高楼 其实没有多少 不像国内那么多 小楼也 这有大床房 这有落地玻璃 他们这玻璃窗增挺多的 整栋楼的玻璃窗 你看这边就好多高楼 一些小点心 我们现在要乘地铁 大阪的地铁 去一个商场 看手机去 他们9点关门 现在快8点了 电车到着了 到着了 重点站是千里中央 千里中央 这名字挺有意思 对 千里中央 这是给盲人摸的 真的是盲人摸的 来了 挺快的 现在出地铁 又下雨了 走进去 感觉走进去 批发市场 我们现在又乘地铁回来了 一套铁 回来了 又下着大雨 这上半天 想买的那个手机 两个店都没货 哎 估计都买不到了 而且很多店 八九点 他们就关门了 所以我们就干脆回去休息吧 今天毕竟五点钟就起来了 太困太累了 真的一天在外面 对 就跑了跑去 太累了